亚命呢 我们又见面了 这里是阿硕 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上期 四子刹那间的心动 阿尼亚作战计划失败 可惜 来不及就结结果了 阿尼亚面临大危机 光顾着执行好朋友大作战的他 竟然把期中考试给忘了 没关系 阿尼亚还有超能力 可是 超能力消失了 时间回溯 回到阿尼亚自信满满的那一刻 面对着厅长老师公布的 下下星期的期中大考 阿尼亚对此摆出了 迷之自信的态度 只不过打脸速度太快 前一秒 阿尼亚刚向背起保证 自己最近都有在用功念书 后一秒 厅长老师就拿出了 阿尼亚的不及格卷 若只是这般丢脸 也就罢了 最令阿尼亚感到气愤的是 四子竟然火上浇油 拿起她的高分卷 对着自己露出了成熟的微笑 果然 四子还是那么的讨厌 不过阿尼亚倒是知道了一件好事 历史考试只要读取了四子的心 就能够获得高分 一想到这里 邪恶版阿尼亚再度现身 最后邪恶版阿尼亚被流淌了 夜晚阿尼亚最晚一个乘坐公交回家 万分感慨的她 突然在这时发现 今晚是满月 也就是说 两个星期后会出现月时 而这正是阿尼亚的弱点 阿尼亚的超能力并非时刻在线 每个月内 她都会有一天能力失灵的日子 那便是月亮消失的日子 然而这个月 却恰好是在其中考试的那一天 这意味着 阿尼亚会没办法作弊 不行不行 这简直是阿尼亚史上最大危机 于是她赶紧找邦德帮忙 想要预知未来的考试题目 这只邦德得出的答案 竟然是汉堡牌 啊 这是今晚的晚餐吗 太好了 阿尼亚的注意力 瞬间被汉堡牌转移 一夜过后 吃饱睡足的阿尼亚忽然惊醒 考试怎么办 所以我昨天才跟你说要念书啊 看来只能是这样了 但是父亲心中的想法好多 结果阿尼亚被迫听完了 来自黄昏心里想的 和嘴上说的 不是同一套的婚姻折磨 与此同时 月儿告诉父女俩 今天小舅舅会来二度拜访 谁曾想话音刚落 有理突然出现 另一边 对于这位只有少许了解的小舅舅 阿尼亚只敢探出好奇的小脑瓜 谨慎吃瓜 但令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瓜吃下去后 胃里一阵翻涌 主食是消化不起 原来小舅舅不仅是秘密警察 还是个深度解控 哦吼 阿尼亚感觉自己误了学习过程中 阿尼亚一段伟大的爱母发言 直接把控住了小舅舅 也让她在教学途中 变得更耐心 更温柔了一些 只可惜 两人学了大半天的外语 其实并没有被列入考试科目中 两个星期过后 阿尼亚依旧是自信满满地 度过了其中考试 然而同一时刻的黄昏 可就按捺不住了 以防万一 她准备入侵学校保管库 篡改尚未计分的答案卷 在这过程里 黄昏意外撞见了自己的同行 一位看似不怎么聪明的间谍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 是因为黄昏为了尾随这位同行 实在是付出了太多 她不计后果的杂窗 黄昏找来足球为她遮掩 她意外惊扰看守 随后谎称自己是老师 黄昏拿出备用证件为她证言 最令黄昏不敢想象的是 这家伙竟然将任务内容抄在了手掌上 通过解读 黄昏发现这家伙的目标 竟然是戴斯蒙德兄弟俩 安全起见 黄昏决定要忍耐到最后一刻 于是黄昏假装被她打晕 看着她东翻西找 好不容易 这货终于做完了她自己的任务 鬼知道 为了打响自己的名号 这货最后竟然打算数名 眼前的这一幕 太令黄昏感到惊讶了 不知不觉间 黄昏也忘却了自己 原本还处于昏迷状态中 眼看事情发展逐渐脱离诡计 黄昏知道 最坏的情况 就只能是杀人灭口了 可这货的行为 真的是让人很迷惑 她丝毫不介意自己的行为暴露 相反她走时还很愉快 事后黄昏找到被篡改的试卷 和她猜想的不同 对方的目的不是篡改加分 而是篡改减分 这对于黄昏来说 也是一件不利于计划执行的事情 毕竟若是这俩兄弟被退学了 那么自家女儿也就失去了 需要靠近的目标人物 结果黄昏只好重新判读 原本被擦掉的答案 复制笔记 然后再将试卷恢复原状 做完这一切后 黄昏再去找阿尼亚的试卷 可就在看到这张试卷的时候 黄昏陷入了沉默 五天后 期中考试开始公布答案 次子获得了十分不错的名次 而这正是她努力学习的结果 虽然中途发生了一些小变故 但好在都被阿尼亚她爸给解决了 与此同时 阿尼亚仍然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因为她早就知道 父亲为了她入侵了学校 而自己一科都没有不及格 看来回家就能受到父亲的表扬了 只可惜阿尼亚想错了 父亲并没有想要表扬她的意思 不过父亲还是太口是心非了 明明她就在发现阿尼亚通过自身努力 全都逃出不及格危机现实 还是很认可阿尼亚的嘛 随后小剧场剧情 上个月的某日 某社不敌戴兹蒙德集团的力量即将消失 而这个消息被躲在一旁的某社贵少给听到了 面对这悲惨命运的转折点 某社贵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天 阿尼亚的班级正在户外做着扫除工作 还是那么的讨人厌 然而次子的家族力量庞大 同学们都喜欢拍次子马蒂 这不次子又被包围了 可就在这时 阿尼亚突然听到了一项不寻常的心声 竟然有人的心胜里对次子充满了恨意 呃 不过这人是谁来着 据贝契介绍此人名为乔治 一开始阿尼亚选择暗兵不动 继续吃瓜 但令阿尼亚没有想到的是 原来父亲前些天对付过的间谍 其实是乔治同学特意委托的 变相来说 乔治同学不就是间谍身后的幕后黑手吗 大瓜到手 阿尼亚持续关注 紧接着阿尼亚发现 乔治同学还没有放弃对次子下黑手 而他的目的是让次子退学 此时此刻 乔治在次子附近突然发出一声惊叹 因为他发现了烟蒂的存在 待众人反应过来前 乔治立马将罪魁祸首引到了次子身上 然后还未等到次子的解释 乔治先一步通报给了老师 还在次子进一步靠近自己的时候 顺带装作被对方推倒在地的样子 很快事情的严重性就升了急 面对乔治的指控 次子就算有跟班的保证 也无法脱离嫌疑 眼看次子难以在老师面前脱罪 阿尼亚帅气地挡在了次子的面前 次子不会做那种事 还有阿尼亚都看到了 乔治同学是自己跌倒的 有了阿尼亚的佐证 再加上那充满智慧的眼神 老师也被阿尼亚给折服了 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后劲却是真的猛 看到阿尼亚如此帅气的一幕 次子有被狠狠地心动到 而不知情的阿尼亚还继续加码输出表示道 如果次子退学的话 阿尼亚会很伤脑筋的 当然那是为了执行父亲的B计划 与此同时 同样有被阿尼亚率到的贝奇 也做起了助攻的工作 在他看来 次子绝对也感受到了阿尼亚的心意 只不过害羞的次子 绝不会那么轻易地认可这种说辞 他赶忙转移目标质问到乔治 为什么要陷害自己 于是乎 乔治将某社贵哨 在那个深夜听到的秘密 告诉给了同学们 而令戴斯蒙德集团陷入混乱 最后他自家破产的事情也会不了了之 但这是大人的问题 为什么要牵扯到小孩子的身上 难得一见的是 贝奇在此事上和次子站在同一观点上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乔治就是因为大人们的关系要被退学了 说不准还要流落街头 这样的心情又有谁能够真正地理解他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 就连平日里最能为次子打高的次子跟班们 也陷入了窘境 所以最后还是次子出马 决定安慰一下乔治同学 请他喝饮料 但次子不知道的是 后来这项提议有多令他感到后悔 在乔治同学喝完饮料后 他又望向学生餐厅继续抒情 他很遗憾自己一次都没有吃过 那最高级鱼子酱警饭 所以次子继续买账 可就在乔治同学心满意足地 吃着鱼子酱警饭时 他又再一次卖惨 想体验一次胸前别着星星的感觉 好的 次子继续满足他 当然事不过三 乔治同学再想趁火打劫 可就没人买账了 但他的悲伤并不是假的 乔治同学认为自己未来一定会被人贩子卖到西国去 说到这里 阿尼亚就有话说了 放心 西国是安心的好国家 阿尼亚神言在世 乔治同学彻底醒悟了 他想这就是所谓的同学爱吧 这次他不再提出自私的请求 而是希望大伙能够陪他提前唱一首 原本应该在学期末进行的合唱 紧接着率先回应乔治的是贝奇的歌声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同学们开始加入其中 此时的画面是如此的温馨 却只有阿尼亚在此格格不入 眼神里包含着大智慧 待一曲结束后 整个班级呈现出一股从未仅有的团结魄力 乔治同学也收到了同学们的鉴别礼物 夜晚阿尼亚将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讲述给父母听 结果黄昏听完故事后 回复到某社并没有破产 只是被并购了而已 与此同时 某社贵少带着满怀的同学爱回到了家中 他已经能够坦然接受家中破产的消息了 只是某社陷入营运危机 最后戴斯蒙德家族出手相助 同如此类的消息反倒是令他束手无策了 事实是 某社贵少并不会过上西国的奴隶生活 一切照常 他仍要继续他的学院日常 这也令人感到太羞耻了吧 第二日 乔治同学顶着压力 踏进了伊甸学院 面对众人的指指点点 他羞红了脸不敢吭声 另一边 贝奇和次子再度恢复了原样 他们冷漠地在乔治身旁路过 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到对方 好在还有阿尼亚默默搭上乔治的肩 壮丝安慰地拍了拍他 所以都说了嘛 西国是个好地方 至少不会羞耻至极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为止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硕会为你带来更多的翻译自学 我们下期见不散